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故事发生在昨天 我们的一位师兄把这个图片发给我 说想查一下这个上面有没有不干净的东西附在上面 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查人类的附体 谁知呢 我就很恭敬的请菩萨开示 菩萨说不可查 我心中顿时疑惑 顿生疑惑 为什么生疑惑呢 把这么个物件还不能查 所以说赶紧询问来源 才知道呢 这是他父亲 崇拜变了捡道的 看起来呢 做工精美 只是那尾巴断成了三尖 他父亲回来以后呢 精心的用胶啊 将尾巴粘合起来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物件呢 从这个角度看 类似于皮修或 其林 更像皮修一点 外边捡的来源不明 尾巴呢 分为三尖 在用肉眼来关 这个物件呢 啊 看起来不是那么祥和 啊 有点阴身 随后我就问这位师兄呢 这位师兄说 他也从正面给这个皮修拍过照 因为你太过于恐怖 所以说没有发出来 其实很多物件是不需要天眼 肉眼呢 就经常能够判别 话说呢 我在 我在一个风水的一个师父去世之后呢 将三尊 圣像 福禄寿 供奉于家族 很多人来了以后呢 他们就觉得 哎 你们这三尊圣像 怎么都看起来笑眯眯的 啊 总像看着他的笑 啊 有微笑的感觉 喜气洋洋 这是福德正神 如果啊 你要是家里边供的神佛像 或者是一些物件 你过去以后就明显感觉有点阴身恐怖 可能就有问题 平时啊 我就说一般 我不会推荐别人查这个 查那个 绝对不会 啊 你问我能不能查 我能查 就可以查 不能查 直接告知 除非你再问我 我其他哪些可以查 我才会再问 昨天呢 这个事情呢 我感觉有些怪异 然后呢 就让管理员呢 转告这位师兄 说 可要不试试查邪术 这位师兄呢 马上就同意了 好吧 那就查一查邪术 邪法 不看不知道啊 一看 吓一跳 定睛一关 里边呢 乌团 浓雾 漆黑黑的映现出来 物中展现 有四位老妖 都是万年以上 接近十万年的 啊 修行 不到点十万年 既然是邪术 那后边还有人 随时念动真言 走出呢 怒吼凶手 是一个 魔戒的 类似于展现那种巫婆形状的 大家看过电视吧 踢的那个黑斗篷 浑身黑气弥漫 手里边拿那个类似拐脏东西一样的东西 法力修为都非常之高 有些人问啦 你像这个东西啊 它在里边干嘛 这个邪术是怎么去害人的呢 有很多邪术邪法 他害谁 目标并不明确 比如说这个皮修 这位师兄的父亲捡到家啦 捡到家以后 他是不是一定要害这个师兄的父亲呢 那不一定 他也在等待 寻找这个机缘 寻找什么机缘 就是你们家人看谁的生命光 比较弱 看谁呢 运气呢 正走到那个比较差的地方 能上升 能附体 能吸你的精华 我们一位管理员的妈妈 也是因为这种情况 首先呢 她是家里边的有一位女子 当然她还有一个姑娘 姑娘呢 与这位老人来相比的话 就是说 这位管理员的妈妈相比的话 相对比较年轻 年轻则养气生 对不对 如果要害人的话 那先找哪个目标下手啊 一般就是要找这个妈妈 所以她害人的目标并不一定 但是关键就是害人 她绝对不做害人不立即的事 她把人害了 自己的魔力就会提升 她呢 所谓的魔通就会更大 她在魔界的地位就会更高 在上次观音菩萨就提醒 不要去乱捡路边或路上的一些物件 昨天这位师兄的这件事呢 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标法 不是偶然的 也不是一件两件 可能是什么情况都有可能遇到 我们为什么会中招呢 其实根本上还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那根贪字 贪心呢 一念贪心几百万帐门开 你和我爸 我和我爸聊天也 我都把路边的物件千万不捡 我爸说 哪有呢 路边丢五百块钱我肯定捡 虽然说是开玩笑 但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也实实在在的表现了每个人 他内在的台语 每个人都有 如果我们真的没有了台语 那就成就了 就当下成就了 写法写诗 还是妖剑魔剑 他们都是利用人的贪欲 这就像黑客是利用电脑的路动 来侵犯你的隐私 盗取你的机密 甚至呢 窃取你的钱财 如果你本来没有漏洞 无懈可击 魔能拿你怎么样 他们是干燥机 一点办法都没有 苍蝇不丁 无缝蛋 是苍蝇不丁 无缝蛋 哈哈哈哈 啊 我的普通话呢 不太好啊 大家 多得见了啊 能明白意思呢 就好 这个查写法 查写术啊 其实有时候是挺危险的 如果是人在施法 你直接面临的就是要斗法 因为呢 一旦 对方知道了这件事情 重新改变策略的话 将会很麻烦 像昨天这个呢 可能是对方已经将这个武器 破法 破法 已经没有那个斜师在干扰了 也就是说 没有人 在施咒 啊 当然是斜咒了 而是用魔戒的武佛 啊 直接控制 按我平时的这种念头啊 就是说 一般查到以后呢 要先要告知 对方 对方呢 呃 你送不送走 那是你的事 啊 我告知呢 也就 把我的任务完成 不牵引过了 但昨天此事啊 却万分交集 佛下 方下告知 不可放 啊 这是 特别厉害的 而且那个魔戒的 那个巫婆的 这个巫术 是非常之高明 我想 受 啊 菩萨呢 阻止掉了 说 以你的功力 你现在受这种大级别的 大级别的魔 会损耗你的 能量 所以说呢 菩萨就代办了 十分感恩 菩萨的慈悲 啊 真的是 如果你 如果你 不是发心去帮助人 你不是好好的去修行 没有菩萨的护佑 你来处理这些大的因果世界 自己 自己会有很大麻烦 如果不是能与菩萨沟通 啊 如果我强行 和这个 摩羯的巫婆去斗法 可能我自己也会有很大的损耗 法师是一个高风险行业 而且呢 你越做得好 你越精进 你的法力也会越来越大 你法力越来越大 你碰到的疑难案件也会越来越大 就好像我们 呃 前些日子 在佛宝局 管理员群里边 由卢伟师兄 偏耳通 来第三方见证 我就问菩萨 为什么佛宝局呢 接触了很多 那些重骨的事件 啊 就说重骨的怎么就找到了呢 啊 其实呢 菩萨就回答啊 这是菩萨呢 按中引导 目前有这个能力 去解雇 去解决 很多时候呢 就是你的 呃 呃 菩萨 会根据你的能力 给你安排 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菩萨真的是非常非常慈悲啊 你有什么样的能力 就让你办什么事情 不让你超越这个能力 当然啦 呃 有些假法师呢 是另当别人 我们呢 遇到过好多事情 幸亏我们有第三方因果见证 不然的话 还以为我们信口胡周呢 有些人找了一些假法师 啊 说是已经超度走了 原来在哪个道上 嗯 回来以后 我们再查的时候 菩萨直接告知 还在地狱道 幸亏我们有第三方天眼见证 不然的话 你说我们啊 我就是故意说人家都没超度走 要人去扯钱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啊 所以说这个很难 啊 比如说我们超度走的 你再遇到一个骗子法师 他说你没走 你也可能会相信 诺法时期 斗争坚固 正邪不良力啊 大家一定要树立正知正见 不要清净邪魔歪道 不要贪图便宜 啊 不要贪心路边的物件 当然更不能贪心 人家别人家里边东西 那样就算小头了 对不对 任何事情 得你应得的 不要去僭越 你有什么样的能力 就去办什么样的事情 就好像前段时间 我们佛宝剧群里面有这么一个师兄 他看到老宋在讲故事啊 然后呢 能取到智慧种子 他呢 他呢就想 哦 这个东西我又看不到摸不着 然后呢就开始群家 佛宝剧的群友 建群 建群干嘛 去抖授 所谓的种子去了 然后呢 还和某人商议 那位师兄呢就告诉我们了 这位师兄有正知正见 说呢 咱们就说 咱们的丹 比如说健康精丹 来自于太上老君 就说佛宝剧的老宋呢 来自于黄大仙 你看 这部夫人呢 不知道听了半天英国故事 都听到哪里去了 人的财富是一定的 你有什么样的能力 就去办什么样的事 你办什么样的事 就得什么样的福 不要强行去做 你干不了的 你干不了的 就会丹英国 你看有些人冒充劳松 菩萨呢 告知是三恶造 必多 你呢 别人给你钱 你没有把人家超渡走 你多 是什么呢 仅仅有一个哈 我们就事论事 有一个呢 在恶鬼道 但是呢 人家找他超渡 他没有超渡走 还告诉人家去到极乐世界 我们第三方见证的时候呢 第三方见证的时候呢 在这个群里边呢 罗师兄直接告知 菩萨说什么 菩萨说呀 饿鬼道的人 你没有超渡 走出了人家钱 来世会极度贫困 大家记得两个字 是极度贫困 可能是吃一 少食 更没钱啊 何苦来摘 你其他的 赚钱本事没有吗 何必来骗吃骗喝啊 是不是啊 大全世界有症有邪 我还是期待所有 在邪法 邪路上走的人 早日呢 回归正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24分 现在是还有点事出去办 今天的小故事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呢小故事 能让大家 有一点点 受益 有一点感觉 也请将小故事呢 转发到朋友圈 微信 博客 等等一切可传播的模式 让更多的人受益 也请呢 邀请自己的家人朋友 一起来收听老宋讲故事 感恩感谢 阿弥陀佛 回向可以作为善知识 回向可以所有听小故事 转发小故事 随喜小故事的师兄 朋友 及一切众生 愿大家家庭幸福 人人呢开心 早日正悟成佛 人人回归极乐佛国 阿弥陀佛 好